用喉咙唱歌 vs 不用喉咙唱歌 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藏出前一面 高音觉得唱得很吃力 想要唱出丝滑高音的同学 记得收藏此视频 好好地跟着哲哲师一起练习哦 第一个 你的高音再怎么扯着脖子唱 都是唱不上的 如果我们的喉部周边肌肉 太过于用力去挤压我们的嗓子和声带的话 那你的声音出来就是会很挤 那高音这件事求而不得了 所以我们要先找到 用力的位置在我们的腰腹部 我们先发一个咳嗽 你会感觉到你的肚子会有一股推力往外跳动 那么再保持出这样的感觉 我们发一个断的黑 迅速地制动保持 好然后再发一个连贯的黑 保持腹部支撑的感觉 再带入歌词当中 好再连贯 再去演唱 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藏足见一面 后来连三大悲愿你都懒得分一点 这就是用气息歌唱的方法了 同事们记住了吗 这就是用气息歌唱的方法了 这就是用气息歌唱的方法了